老杨到处说 美国总统选举算不算尘埃若定呢 特朗普不服输 那么这样的不服输 能改变最终的选举结果吗 这个事情其实也蛮困扰的 看热闹已经看得有点不耐烦了 因为据说 拜登已经第三次宣布他选举的胜利 但是还不算 有一次 大家也值得注意 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了一个多月的沉默以后 昨天电报致电拜登 对他获得选丽人团的多数票表示祝贺 一直持观望态度 俄罗斯最终表态了 那么中国俄罗斯这两个大国 表态过了 美国的西方盟国的主要国家 多数国家也对拜登当选的事实的切认 也越来越多 所以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那么15号就拜登也表示祝贺了 那么蓬佩奥也对即将接任的 拜登的国务卿布林肯 听说有15分钟的安排会面 来交代交接的工作 但是特朗普能难拒绝认输 能难继续的强烈指控 这选举存在的舞弊 这一次美国总统选举过程跌宕起伏 这个持续的战略 基本上很多国家的版面 国际媒体的版面 很多人都借这个机会 恶补了美国的历史 恶补了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所有流程 两个70多岁的老头 各自代表美国的政党 不遗余力的为自己四处奔走 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的一个元素 就充满了吸睛 增加流量的这么一个成分 当然我们也顺便恶补了一下 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些常识 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有三次很大的争议 还没谈争议以前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总统选举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 是因为它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总统选举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使 未来四年各项内政外交政策 非常的举足轻重 所以呢美国建国以来 除了在独立战争时期的首任的总统 华盛顿之外 历届的选举都非常的激烈 每次的选举都有很多的争议 最终最终注意 还要根据美国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 经由法律程序来决定胜负 那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 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方式呢 是借乎以全民直选和间接直选的方式 大家应该很清楚 全民普选在各州产生各自的选举人入团 选举人团 然后由选举人团投票 决定总统副总统 各州的选举人团人数 相等于各个州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的数目 顺便也把他们选出来 参议员根据无论人口每个州两个 众议员是根据人口比例分配 就照顾到那些小州 他们在选举总统的发言前 那么好了 要选总统副总统每个人两票 至少一票不是本州的居民 得票最多超过选举人数一半的候选人 当选总统少一点当选副总统 但是现法是没有规定 谁当总统谁当副总统 结果这个事情在1800年的时候 就出现问题了 出现问题 然后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啰嗦 35轮的投票 比如说1800年 民主党的 共和党的候选人士 杰弗逊和波尔 两个人经过了什么呢 经过了35轮的投票僵持 到第六天 36轮投票 才把杰弗逊送上了总统的表作作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 宪法有一个12条的修正案 那在1804年 这是一项 紧接着1824年 田纳西州的杰克逊 赢得了半数的选票 但是选举人团票不够 插了32票没过半 那结果怎么办呢 也经过了很多的争议 结果很多的调停 最终还是按宪法法律程序规定 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三次也是 历史上最后一次总统选举 要诉诸国会的裁决 是1876年 那这事情呢 也由于最后的妥协 南北战争刚结束 最终就出现一个问题 也就是战后 单任的海斯总统承诺不连任 那他留住在南方的联邦军队 撤出南方 然后呢 实际上是放纵了南方 继续实行对黑人的歧视政策 一直到了1960年代 才最终的解决 近代或者现代 最著名是2000年 民主党候选人 戈尔赢得了普选票 但输给了小布什 投票之论呢 进行了重新的验票 结果这验票 从不到2000票 缩小到1000票 戈尔一再要求验票 跟今天的特朗普有点像 人工验票 结果这个官司 达到了最高法院 大法官会议 最终就解决 5比4 戈尔也宣布 我退选 小布什选胜 好了 这一次呢 当然也是错综复杂 大家也看到很多新闻 很多新闻都看到了 选举人的 人团的投票结果 还是拜登占的优先 好像是306票 还是320票左右 但是特朗普不愿意承认 不愿意接受 不管怎么说 他也有七八千的选票 来做他的基础 他仍然坚持认为 选举过程中 5B现象严重 他的支持者 当然也表示了 对特朗普的坚定 不移的支持 而这个支持呢 华盛顿集会 哪里集会都有 这个事情呢 就很多到现在 能坚持认为 特朗普会当选 并可以继续连任 三四年的朋友认为 选举人团 选举的结果 还不能够做准 要等到明年1月6号 美国参众两院开会 由现任的副总统 彭斯主持会议 到时候把各个州的 选举人团票 一个一个公开的点票 点到了谁 接近或超过270票 这个人就是最终的选举 总统选举的结果 很复杂 很复杂 这一套美国总统选举的 这个流程啊 办法 在利比利亚 在菲律宾 听说还有一些国家呢 都不行 都一塌糊涂 你看今天的菲律宾 也选得很复杂 选得经常要有强击案啊 什么舞弊案都出现了 利比利亚就不用说了 完全就美利坚合众国 输送了一大批的黑奴 到这个非洲大陆的 建立这个国家 实行了完完整整的 就是美国殖民地的这一套 没用 但是呢 美国今天 即便是有几百年的历史 也仍然在过程中 存在了那么多的争议 好了 下面会发生什么 第一 有人认为甚至断定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 会为此发动一场 新的南北战争 也就是美国有可能 因为这次发动内战 第二 有人断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特朗普可能还会不断抛出 更具有说服力的情报资料和证据 证明民主党利用悬票机作弊 甚至不排除有外力来介入 当然这个外力 磨磨糊子的 包括中国的黑客 推翻所有的选举结果 第三 海内外这一次的华人社会 华人媒体 因为这一场的选举出现了 精卫分明的分裂 真的是位为奇观 我们的很多的朋友 平时都乐呵呵的 在不同的群的打乐闹 都还讲了各式几件来 这一次就因为特朗普 还是拜登 支持谁不支持谁呢 闹翻了 闹翻了 不是说因为是习近平 不是因为李克强 而是因为特朗普和拜登 这两个人八杆子打不到一起 很多人都认为我不喜欢 我不支持 因为我支持人没有用 我没有选票 我没有投票权 但是对这个事情 就出现了这样的分裂 而这个分裂呢 精卫分明 包括了贺卫荒 包括好多人都受到 这样的指责和批评 好了 特朗普第四 能不能最终和平的接受 选举的结果 他能不能完美的转身退场 也是关键 因为现在围绕着美国总统选举的 真假新闻太多 难以真别 我们在太平洋的这一案 要看太平洋那样的热闹 有时候呢 还是有点难度 这关键有一点 很多朋友都是用华人社会 中国传统的思考方式 固有的政治思维 来看待美国总统选举过程 所出现的诸多种种 阴谋论 那是最容易解读 任何你解读不了现象的一个理据 这完全就可以得出很多 跟美国国情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而且这是大行其道 间谍小说啊 匪谍篇啊 诸如此类啊 情节篇啊 哎呀不胜反击 这个事情呢 也搞乱了我们对一个 正常的一个选举过程中的 准确的判断 这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第六呢 离一月六号 也就还二十多天 好了 这二十多天又会发生什么呢 会发现人们所预期的内战吗 会发生人们所预期的惊奇吗 会发现人们所知道的 包括拜登 忽然间得了感冒 忽然得了心境婚言 七十八岁了 或挂掉了 诸如此类 也许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就是拜登民主党胜选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 现在很多美国人都不着急 我们这些吃瓜的群众 跟着着什么急 看热闹就是了 为什么为这事情搞得大家不愉快呢 也许这个不愉快到一月六号之后 就会告一段落 如果一月六号还继续的吵闹 我认为呢 真的是大可不逼啊 岂能知忧 也不能忧成今天这个样子啊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许多了 说 你不愉快 我许多了 你不愉快 你不愉快 你不愉快